继范思哲损害国家主权,扣持又涉嫌入化,关小彤刘文终止与其合作。 原因是,这张照片显示了,范思哲把台湾、香港单独作为国家和中国并列印刷在衬衫上。 后来,杨幂工作室立马在8月11日凌晨2点钟,就发表了杨幂和范思哲解约的声明,来表明杨幂的愤怒和坚决拥护一个中国的态度。 对于范思哲涉嫌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,杨幂表示无比愤怒,扣持把北京、上海归为中国,却公然把台北归为台湾、香港独立为香港。 去扣持观望,按照国家查找搜索门店的时候,你会发现,扣持把香港、台湾、澳门单独作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。 目前,扣持的代理人刘文已经终止了和扣持的合作,关小彤团队也声明,关小彤已不再和扣持合作。